这是一模一样 五叶蓝色的磁锡的线 哈喽小红树宝宝们 我是赵琳 今天为什么要录视频呢 因为今天要到了数码博主开箱季 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不做一个笔记本电脑测评 这不就来了吗 那我今天测评的是 M2的MacBook Air 跟M1 Pro的MacBook Pro 16.2英寸的 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好好讲一讲 我为什么选择这一项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说 今天我们的比较主角的 就是这个最最最最新的 M2的MacBook Air 那这次的这个尺寸 你们可能肉眼觉得说 好像没有那么高 但它其实比上一个R更高 它这次有两个插头 一个可以插你手机的线 一个可以插电脑的线 然后这次我觉得比较惊喜一点 像在这边 这边呢 有三个接口 这次加回了这个磁锡接口 而且这次磁锡接口 其实有一个小的感情 刚刚我试验一下 我觉得比之前老后来过 现在比较好的是 它给你的两个选择 就是当你没有戴磁锡的时候 你用这个Type-C接口 也可以充电 原来是不可以的 它的摄像头 它从原来的720 变到1080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它就很开心 因为我是经常会用笔记本 打十年的人 然后我来说一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我 特别喜欢的颜色 它是一个午夜蓝的配色 但我刚刚拿着把玩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手上也不出汗 但我刚刚拿着 摸光了半天之后 给我指纹 这个问题可能是 在它这个面料的基础上 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这个指纹呢 其实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有些人 强迫的时候 你接受不了指纹 那这个材料 想让看不出来指纹的话 你还是选择最经典的颜色 或者选择一些 比较传统的颜色 那些颜色可能 不会那么显指纹 比如说两个人选 如果说 你已经有了M1的Air 你没有M2的Air 你要选择换不换呢 我建议选的就是不要换 因为M1的Air跟M2的Air 除了像我这次说 外观上的一些变化之外 我觉得升级的意义不大 也不要说 因为一个摄像头 或者一些 我刚刚说的一些 接口的问题 去升级一个M2 你可以在观望 后面期待 但当然 如果你没有M1的Air 也没有M2的Air 那我个人建议 你可以直接上M2 其实你买M2的价钱 跟买M1的价钱 是差不多的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既然人家已经有了升级 你干嘛不选择一个 最新的一个产品呢 最新的产品 肯定带给你的体验 是更好的 如果你已经有了M1的Air 你想追求更高的性能 那你买M2的Air 其实解决不了 你的根本问题 那你就直接上Pro吧 因为Pro能帮你解决 你的性能问题 然后我来说一下 就是Air跟Pro这两个东西 到底在怎么去定义 那我觉得Air 它就代表的是轻便 好出行 一些简单的办公 都是没问题的 那Pro的话 我觉得是更全能的办公 然后可能没有什么便携 就像如果同一个背包里面 让我装这两台的话 其实右眼可见的 这个都可以 装个卡 或者说它装上以后 背包会很沉 所以大家出行来讲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不是 有很高的办公需求 我觉得其实Air 就能满足你的日常 然后呢 那我来说一下 为什么Pro我要选择最大的 是因为我的定义是Pro 既然我是选择它 用高效的办公 甚至说我可能 不会经常磨动它 一个小的屏幕 对于我来讲 其实我牺牲到的东西 你每天盯着一个小屏幕 你其实看到东西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大的屏幕 可能会带给你更好的效果 然后办公的话 高效的办公 包括在公司用 你去剪一些4K的视频 或者剪好几条 都是没问题的 M1本已经非常顶了 就基本上已经到了 快半个小屏幕了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80%的人 都是可以满足的 但是比如说你是要 如果你是歌手 或者你是专门 就是做视频 剪视频 那可能你可能需要 再买什么M1 Max 这样的芯片 如果你不是一个 说靠这个赚钱的人群来讲 你没有必要上 那么高配置的 因为那个是剪8K 是没有用的 那如果说有一部分人群 在选说 我不想要这么大的 我还是想让它便携 但我有想要高效办公 那你该怎么选呢 我可以推荐 你可以直接选择 13寸的新出的M2 Pro 这个的话 就是肯定是 比Air要牺牲的一些重量 跟轻薄程度 就是如果你非的必要 带一个能够办公的出门的话 我觉得这个遵扣性好一些 但是日常剪一些 常规的我们 正常用的一些视频 包括我在家 我也经常 剪我大口的视频 那其实我用Air 也是可以满足我的 所以像一些学生党的话 我觉得 其实一台Air 会更加的全面 因为首先你在上学 你出门很好戴 然后其次呢 它看视频能看长达18个小时 包括你白天 如果你在上大学 你再开一些课程 我觉得也都是可以满足的 所以我觉得像一些学生党 我可以建议 你可以直接选择Air 然后Air呢 现在凭官网有些优惠 就是你可以去直接申请 你学生的这个福利 那官网呢 你都可以直接看到 然后帮你省下一大笔钱 好 以上就是我对这两盘 笔记本电脑的一些看法 包括对Pro跟Air的一些看法 所以大家可以去 按照自己的需求 进行一些选择 当然的 如果你的Pro 你不想像我要选的那么大的 那13 14你也可以选择 选择你自己 最适合你的就好了 然后我推测 在今年的下半年 会发布M2芯片iPad 包括呢 新款的手机 但是呢 这次新款手机 它会不会用上新的芯片 这个不能保证 对 也是一种猜测 从Air又看出来 Air又出了新领颜色 所以我觉得 下半年iPad 我压一下题 也会出现新领颜色 不一定是这个微蓝 但是它一定会有一个 比较新领颜色出现 我也很期待 这次的iPad会不会出现一个 外观上